氛围玩拙NB 差点把CB全民线的热度全部抢光 想看球 那得提前到场占位子 看不清 那要快去借一把登高的梯子 没错 这就是全网直播观看人数超千万 被外交部官方转发的贵州村B总决赛 一个连姚明都担心抢不到票的篮球盛宴 贵州村B到底为什么如此之火 这是一个被问了整整一年的问题 有的观点说村B的火爆 源于纯粹 源于文化 源于少数民族对运动的热忱 源于中国人对团队精神的迷恋 但换一种角度想 或许村B并没有那么高大上 他最独特无法模仿的观赏性 才是火遍全网的根本 在竞技体育发展如此迅速 人才培养计划相当完善的今天 村B如果没有网红加持 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所谓的观赏性 场上的球员平日里都是公司职工 普通百姓 只有在这场盛宴里才能穿上球衣 走上球场 恰恰如此 他才能吸引几千万球迷的共鸣 做职业球员 打成规模的联赛 可不是体育生的梦想专利 没所中学的每片球场上 都有无数个男孩幻想过 自己会穿上印着名字的球衣 在球迷观众的注视下 像英雄一样 完成自己的超然时刻 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情景永远只能出现在梦里 或者在校园球赛之后 戛然而止 贵州村逼的存在就是为这几千万的男孩 延续着这种梦 虽然他没有职业求先的能力 但拼劲可丝毫不差 这里绝对去商业化 付出的拼搏和努力 完全是为了赢球 没有任何其余的杂志 中国需要商业化的体育联赛 因为这会促进国家体育的不断进步 人才的选择和涌入 甚至是和平年代属于国家势力的标签 但对于那些曾经有过运动梦想的人来说 或许这种去商业化的赛事 才最符合他们心中的梦 而这就是村别无法模仿 又最吸引人的比赛观赏性 但愿全国各地都能有更多的村别出现 哪怕不会像贵州一样火爆全网 那些男孩的梦也总算能有个着落